不管是年前大掃除还是平常居家打扫 都会使用的清洁剂存放 真的要小心 口腔溃烂 使到灼伤连胃里头都坏死性的溃疡 这么严重的状况 还是出现在高雄一名一岁男童身上 就因为这男童就像这样 玩起浴室里的瓶瓶罐罐 又是压又是摇 甚至还想放到嘴巴上 小朋友就是好奇 结果当时的一岁男童 就是在家里拿了没锁起的预测剂 当饮料喝了 造成口腔到胃部严重伤害 后来男童历经八次的食道扩张术 食道还是软缩到原子比心宽的管境 现在只能吃粥类等软质食物 医生提醒家长要小心居家的潜藏危机 再次提醒家中的药物清洁剂等等 要放在高处或所在橱柜里 避免幼儿误食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华视新闻 邱俊平荣浩北高雄报导